1月31日农历正月初期,位于福州参商区承门的春辉服装科技公司车间内一片忙碌,工人们正在生产线上加班生产防护服务。 在这场没有硝烟的战场上,一大批生产一线的工人们坚守岗位,全力支持疫情防治。 福州春辉服装科技有限公司是福建省一家专业防护服生产商。 针对抗击疫情防护服需求的增加,该企业紧急转厂医用防护服。 一年到头都在外地干活,好不能碰到春节嘛,但是这些也没办法。 我们做了大量的思想工作,也是我们一个企业跟个人体现社会责任的时候,所以在疫情面前仍能有责,所以我们必须响应。 潘丽金告诉记者,目前首批80余名员工已到位复工。 从正月出商开始,工人们每天都在加班加点的生产。 出商就把所有在福州的三个工厂的本地工人全部通知招回来。 到目前为止已到了80几个人在生产。 现在目前的产量有一千。 林慧生是公司的一名老员工,这个春节,他原本打算在家好好陪陪子女。 但是接到公司的通知后,他第一时间就回到了生产车间。 林慧生告诉记者,虽然假期取消,但是孩子们都表示理解。 在他们看来,保障生产供应就是对防疫最好的帮助。 平时是很难在家,然后春节过年才回去。 本来过年回去要跟小孩过年聚一聚。 然后接到这个任务我们就赶来上班,出商就赶来上班。 然后家里人也很支持我们来这里上班,因为做防护服,义务能源专了。 更多精彩尽在中国新闻网客户端。 中文室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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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感谢观看